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请大家 先听老师念一次课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念一次课文 请大家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大家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大家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大家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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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所要学习的语法重点 是如何将一个句子的主语 进一步去描述它的状态 像是红的 黄的 白的 清澈的 冷的 等等 前面的课程我们谈过 在卢开语里面 并没有所谓的形容词 我们是在句子的开头 用一个静态动词来带领这个句子 像是 堵堆里 坝普拉湾 绕拉布尔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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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利利妓 马克尔利 等等 请跟着老师念以下的基本句形 Duduli Kikai Vassau Buburavana Kikai Vassau Pupuli Ka Emama Aribi Rivi Kikai Vass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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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fari Rivi Lu Ka Ka La Lidaran Masariri Lu Ka Ka La Lidaran 在我们描述这些族语的状态时 可以进一步修饰这些状态 像是一点点 非常 这样的程度 天上的云是白的 我们可以用 来表示 非常的意思 也可以用前缀词 表示同样的意思 河里的水是清澈的 用程度 不修饰很 也可以用强调 修饰于 今天的天气冷 如凯语语句的 持续是很自由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 这样念 有一点冷 在我们卢凯语 也可以利用 语会明物化来修饰 也就是将原来的 静态动词 转换成名词形式 那么动词 有存在的动词 非常冷的话 就用 我们在语气上也可以强调 真的是太冷了 的语气上可以强调 那么我们在构词结构中 通常会把静态动词的词为 也就是后缀语速加入令 来强调 真的是太冷了 真的是太热了 真的是太聪明了 真的是太好笑了 类似的要简单的描述 秋天的好 我们可以说 当我们在做这些状态的描述时 有时也会用动态的概念来看待 像是 风香的叶子变红了 远山的山顶变白了 我们可以在三数句子 静态动词的前面加上 阿 即动词词尾 阿 来表示该事件或物件目前的状态 其变化形成是 度度里 度度里 阿度度里 阿度度里呢 的变化规则 阿度度里呢 风向的叶子变红了 现在请大家 大家跟老师一起用图卡来练习 我们一起用图卡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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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用图卡來练习 Ini, kaiyana aduduli kaivasauki cungurugu Ini, kaiyana aduduli kaivasauki cungurugu Abuaburawanenga kaivasauki daralapa Abuaburawanenga kaivasauki daralapa Kaiyana aduduli kaivasauki daralapa Kaiyana aduduli kaivasauki daralapa Salesi sana kaivasauki daralapa Salesi sana kaivasauki daralapa Kikai Mali Masari-sari-li kae Mali Kikai Mali Mapurichinga kikai Mali Kikai Rau-raudu Masari-sari-li ya na kikai Rau-raudu Kikai Rau-raudu Malishinga kikai Rau-raudu Kikai Lai-mai Mamala na kikai Lai-mai Kikai Lai-mai Kikai Lai-mai Masari-li ya na kikai Mali Masari-li ya na kikai Mali Malishinga kikai Mali Masari-li ya na kikai Rau-raudu Masari-li ya na kikai Rau-raudu Mamala na kikai Lai-mai Masari-li ya na kikai Rau-raudu 这一课的语法跟前一课有一点相像 但是又都做了一点变化 现在请大家跟老师来测验一下 大家看这张图卡 搭配黑板上的句子 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 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 想好了吗 跟着老师念一次 这一课的语法跟前一课的词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卡 注意看这张图的颜色改变了一下 黑板上句子应该要填写呢 现在跟老师一起看答案 注意还没红要用 Gayana Maduri Salesusa na Higayvasao 这个叶子是绿的 老师 大家再想想想看 这一题的句子应该要填写呢 现在跟老师一起看答案 以下有几个中文的句子 请大家练习一下 要如何用卢凯语来表达 第一个句子是 他家的门破了 想想看 要怎么说呢 答案是 妈的本案该来卖你 你答对了吗 下一个句子是 我的鞋子旧了 想想看 要怎么说呢 答案是 Supirina Gagazali 也可以用 Masupirina Gagazali 最后一个句子 我哥哥的鞋子是新的 Masupirina Gagazali 今天的空中主语教室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次空中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